哈囉大家好我是Peggy 我今天想要做一個開箱 是3C產品 就是這一個Canon G7X Mark II 為什麼我要買這台相機呢 是因為我想要就是記錄我在捷克的生活 或者是我旅遊時可以隨手記錄Vlog之類的 想要來拍一點 就是可以讓我之後未來還可以看我的video 就是一個回憶的感覺 記下每一個回憶 然後這台是我和Patrick昨天就是晚上的時候 大概10點多吧 然後我們就下訂單 然後直接去那個Alsa那邊 直接拿到這個相機 跟大家說一下捷克的Alsa是24小時營業的 所以如果你半夜想買東西 也是可以在網路上下訂單然後直接去購買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我為什麼想要 就是買這台相機 是因為我現在用的這台相機是Canon的700D 就是如果你們有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話 就是它的對焦速度非常的慢 然後它的照相的 那是什麼 Quality是很好的 但是就是錄影方面可能就是我沒有那麼滿意 所以呢 就夠這個了 好了那我們要開箱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盒子 對焦超慢的 呃...好 裡面有說明書 先看一下它有什麼配件 嗯...手機的那個...不是手機 就是相機的電池充電器 然後一顆原廠電池 還有這個是就是你可以掛在手機...呃...掛在相機上面的那個繩子吧 拉繩 它頭線 帶來...就是... 機身了 它是有用一個...呃...保護...套 就是把它包住 以防...撞到 那我來打開囉 哇哦...看 而且我覺得它的就是...外表就是很簡單...的...機型嘛 然後就是黑色 而且就是比較小一台比較方便的帶出去 因為我現在用的這台相機是...很厚...很厚重的 所以比較不方便帶出去...錄影啊之類的 拍照還可以...欸...還OK 拍照還OK 拍照還OK 好...那我先把...電池放進去裡面 來測試一下它的錄影效果 它電池好小顆喔...跟我現在的差好多 我買這台相機然後它有附這...這兩個東西 一個是那個...記憶卡 這個是32GB的 SD Card 還有...它還有附一個...就是...握把...就可以架手機的這樣子 就是不是看那些YouTuber就是...他們都會這樣握我的相機這樣拍 比較不會...呃...比較...防手震吧 然後可以...就是距離到比較長 比較可以整個...你的臉啊或者是背景會更...廣 喔對...然後這台就是...傳說中的YouTuber神機 就是很多YouTuber就是用這台 對...然後我想說...我也慢慢開始有在拍一些影片了 想要...紀錄就是可以...外...就是出遊...旅遊的一些Vlog 所以呢...就是為什麼我會選這台啦 呃...雖然我不是那種那個...我對3C其實沒有到非常的了解 我只是...就是...就是上網查一下 就是大家...大概是用什麼手...那個...相機 然後去看它的Review 就是它是...它拍的效果...就...買了 因為我不太懂那些什麼...很深奧的一些...詞...對 呃...好...那我直接來把這個記憶卡拆...拆...開...然後放進這個...相機裡面 看...一個要玩的感覺...把它包起來了 而且它這台啊...就是還有那個...就是WiFi的連接功能 你可以直接...就是你拍照...你就可以直接...呃...連手機...然後上傳照片...很方便 不知道它拍照效果是怎樣...因為我自己...就是...就是...就是看YouTube...呃...看那些YouTube影片...就是說...它的那個...攝影效果非常的好 那我們把...這個放進去... 打開了... 嗯...錄影... 喔對...還有這台很大的重點就是...它是...這個可以翻...蓋的... 你就可以這樣子...自拍...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自己...它還可以這樣子... 就是這個...還可以這樣彎成這種...更奇特的...彎曲效果...呃...它這個效果...呃...功能是因為...就是有些... 測試...拍...影...像...拍...呃... 呃... 我...我按到拍照了... 呵... 先看一下拍照效果... 嗯...還蠻漂亮的喔... 嗯... 好...我們現在來錄影... 好...我現在這裡上面是轉成那個錄影的功能... 然後...我一直按到拍照...錄影是從這個... 原色...呃...紅色點點開始... OK... 哈囉... 我可以... 我可以... 改變你的燈嗎? 對... 但現在是自動的... 現在是自動的... 看它的... 你看我坐在這邊... 每次都坐在這裡錄影... 來看一下...我們去陽台... 嗚... 我們家外面的陽台... 哈哈... 好好玩喔... 第一次做這個... 看... 這裡是O2... 呃...就是台北小巨蛋的意思... 捷克小巨蛋...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我看一下喔... How's it doing? 它可以... 放超大的耶... O2 Arena看到了嗎... OK... Stop... 我們進來裡面... 今天天氣超好的... 看它自動的那個拍照功能是如何... 看它自動的那個拍照功能是如何... 嗯...它自動逃光了... 然後我們來看它的對焦... 今天...好... 今天我擦的口紅就是這個... Chanel的140... 我覺得這支很好用... 我覺得這支很好用... 啊...自動對焦了... 我終於不用再按螢幕了... 看... 耶... 開心... 這支超漂亮的喔... 喔...對...我們去按的地方... 好漂亮喔... 好強大喔...這支... 有耶...會自動調光... 開心... 它拍起來的... 那個... 畫面我超喜歡的... 然後我一直在看... 就是它的鏡... 鏡頭... 不是看這邊... OK... 好...關起來了... 之後呢...你們就會看到我... 從這台拍Vlog... 就是會... 比較... 是...事外的吧... 就是我在捷克的生活... 我今天只是想說... 來小小的開箱... 嗯...我並不是3C... 專業的3C人士... 所以呢... 網路上有很多... 就是這一個... 關於這台手機的review... 或者是功能的說明... 就是說得很詳細... 我今天... 就只是做一個小小的開箱... 和你們分享我的喜悅... 謝謝...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 喜歡...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很開心...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